今天本來是希望跟公務員一個非常理性的溝通 但是一開始他們就提出要把公司條例撤回才可以談 改革列車已經開到這邊不可能撤回 所以我在過程中也跟他們談 針對他們所關心的各個課題 包括安全改革的課題 包括性質福利的課題 我說我都準備好有一些方案跟他們談 但是他們還是不願意談 希望能撤回再走 台鐵的改革是全民的期待 尤其過去兩次普通馬跟太魯閣的事件 包括所有的民眾都期待他的改革 那的確他比我預期的還困難很多 來自很多尤其在公會上面 他們覺得很多一定要尊重他們的意見才能送 但是我已經講過在92年就是因為尊重他們的意見 19年都走不出交通部 那為了這個台鐵 這個未來的發展 以及我們民眾對他的期待 這個列車還是繼續開 那我想說在後續還是繼續會跟他們來做一些溝通 我是覺得如果全民的共識落實組織改革 讓我們的安全改革能夠落實 如果這個部分在台鐵沒辦法這樣做的話 那我不知道他提供的服務 誰會信任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件對的事 我會鑑定的走下去 也會敞開心胸跟公會來溝通 我也請他們也必須為台鐵 或是為我們社會大眾想一想 大家共同用理性的方式來討論一個後續 要怎麼走的一個方案 我實在很不願意說到五一 我剛才也跟他們談了 一個五一不加班 看起來是讓比如說交通部或行政業有壓力 但是他所造成的傷害是台鐵員工本身 或是交通部 包括我部長本人 那最後所傷害都是交通部跟台鐵的員工 所有人會失去更多的不信任 所以我也已經跟他們談過 用這樣的方式是不對的 尤其這個百年的服務 我們大家都有這個以客為尊的這個觀念 你如果讓大家搭不到車 那當然在整個我們在整個路運的計畫 大概現在也有開兩次會議 所以也出負我有我們的方案 但是還是會造成我們旅客的不便 所以我也有請工會他們再三思 這樣並不是說一個壓力 然後會讓我們改革停止 這樣是會讓傷害到這個自己 傷害到這個民眾對台鐵 對交通部的不信任 好 謝謝 那這樣之後還會再陸續學傷嗎 對 我想今天因為他們一開始就舉牌 就希望能夠撤回 但是改革列車如果撤回 這不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 我會堅定的再繼續走下去 現在還在一股中縱然都開不出去 但是我們的接駁計畫一定要準備好 那當然最後來打算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段時間 事實上我們也想了很多的方案 包括在行政院內部 也希望說就公司條例 公會版部分有一些善意的回應 但是他們都不想聽 只要希望把它撤回 再來協商 所以我想這部分 我們也經過努力 所以今天雖然不順利 但是我還是會陸陸續續的 進各種可能跟他們在溝通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加通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銀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